2021年一起上学堂,依然有你,一起辉煌,一周年嘉年华,小学组漫画故事创作活动,成绩出炉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漫画故事创作活动,四年级 第五名,麦玉腾,滨城北海中华一校 第四名,钟如温,滨城时钟分校 第三名,李若林,极打极华K,国民型华文小学 第二名,刘悦宁,雪兰娥黎明华文小学 第一名,黄子恩,极打极华K校 漫画故事创作活动,五年级 第五名,梁祖娥,雪兰娥巴达林玉群国民型华文小学 第四名,薛凯琴,霹雳万里旺,万华一校 第三名,谢佩山,滨城新港,从政小学 第二名,周燕君,滨城威省柔府村,珍光华文小学 第一名,陈一乐,柔佛新山宽柔武小 漫画故事创作活动,六年级 第五名,钟敬轩,柔佛陪志小学 第四名,陆文恩,柔佛世古来府市华小 第三名,王家恩,滨城崇政华小 第二名,李凯同,霹雳万华国民型华文小学 第一校 第一名,刘玉璇,吉隆坡,名义华小 漫画故事创作活动 初中组 第五名,李文炫,霹雳美罗中华国民华文中学 第二名,李文炫,霹雳美罗 第四名 杜嘉恩 霹雳艾大华国民行华文中学 第三名 刘宝奇 雪兰娥嘉颖 玉华国民行华文中学 第二名 林语尼 槟城中林独立中学 第一名 梁童恩 雪兰娥巴达林公教国民行华文中学 漫画故事创作活动 高中组 第五名 邱瑞琴 霹雳太平华联国民行华文中学 第四名 叶佩仪 霹雳女子国民行中学 第三名 罗佩仙 霹雳女子国民行华文中学 第三名 中学国民行中学 第二名 中中学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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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 绳智豪 霹雳才独立中学 第一名 王静怡 沙拉越古静中华第三中学 大家好 我是OO的BENDA的作者 同时也是一名小学老师 在这次的漫画故事创作比赛担任其中一位评委 首先 要祝贺所有的得奖者 那其他没得奖的同学也不要灰心 创作漫画故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要构思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还要设计漫画里面的人物和对白 在这次的漫画故事创作中 大家都成功把Easyboy化身为身边的朋友 一起庆祝他的一岁生日 一起度过上网课时所遇到的种种难关 这次的参赛作品整体来说都是很不错的 当中还有几份作品都让我们几位评委眼前一亮 那在这里给同学们几个小小的建议 一份好的漫画作品 故事情节 绘画手法和分镜设计是环环相扣的 而构图也会直接影响到画面的观感质量 同学们要注意 对白的文字顺序要统一 也要自己检查看看有没有出现错字哦 绘画和创作都需要长期的练习 希望同学们继续加油 期待在未来看到你们更多的漫画作品 感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恭喜漫画故事创作作品获选的同学 其他的同学请不要灰心 一起上学堂还有很多活动等待您参与 继续加油哦 继续加油 感谢观看